目前正值中美关系走向的敏感时期,也是世界变革的关键时刻,而中国推动世界变革的一大关键点,就是削弱美国霸权,特别是美元霸权,没想到的是,东盟非但不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,反而在加速推动区域本币结算一去美元化,这等于是在背后向美国捅刀子。 当今世界已经被美国定义为重构世界秩序的大国竞争时代,尽管中国强烈反对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,但是中国推动世界变革的目的,却也是重构世界秩序,中国要重构的世界秩序,自然就是一个削除美国霸权的公平正义的世界秩序。 去美国霸权,特别是去美元霸权,就是重中之重,美国已经把中国定位为其霸权战略的最大挑战者,进来美方报告,更是把中国视为逼冷战时期还严峻的挑战,打压遏制中国,自然也就是美国的战略重点。 为了赢得与中国的所谓大国竞争,美国强推印太战略,一方面是控制印太为己用,另一方面是借机孤立打压中国,而要推动印太战略,除了日韩之外就是印度与东盟,把东盟拉进反华战队,也就等于是在印太孤立了中国。 因此拜登这几年,一直在通过威逼利诱的手段拉东盟入伙,在受到了东盟的拒绝之后,就鼓动菲律宾在南海挑逝,企图通过恶化南海局势的方式,离间中国与东盟的关系,同时也是对东盟的间接威胁警告,不入伙就搅乱局势。 尽管东盟国家对中国复兴强大有一些忧虑,可依然还是选择加强与中国的合作,重要的是从与中国的合作中,获取了巨大的发展利益,尽管目前还没有完全达到命运共同体的程度,也实际上形成了利益共同体,表面上东盟目前是脚踩中美两只船,实际上已经是基本上选择了中国。 因为东盟很清楚,美国拉拢自己完全是为了维护和主谷霸权,而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和在南海挑逝,不但严重破坏区域稳定,更会严重伤害到东盟的发展利益。 美国动不动就以美国国家安全或价值观的名义滥用经济制裁,动不动就滥用美元霸权隔世界的韭菜。 特别是在拱火乌克兰战争后,竟然把俄罗斯踢出了由美国控制的国际支付体系,这令全世界都恐惧和警惕。 而打压遏制中国,既违反了世贸规则,同时也严重伤害到全球供应链,供应链的严重碎片化,则增加了各国各地区去美元化的迫切性,也就有了今天不断兴起的去美元化浪潮。 美元霸权可以说是美国霸权的基石,没有了美元霸权,美国经济就不可能长期保持强劲的优势,美国也就没有钱到处干预搅局了,就更不可能通过操纵汇率来乐多世界财富。 正因为如此,去美元化不仅是中国推动世界变革的需要,也成为了世界各国维护自身利益的必须,中国是受到美国制裁打压最严重的国家之一。 近年来美国推动脱钩锻炼战力以来,国际清算去美元化,就成为当务之急。 当然人民币国际化也好,国际贸易中去美元化也罢,这也是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贡献力,不断增强的必然趋势。 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,与中国这个世界第一制造大国,和低贸易大国的地位显明不相称,不仅对中国有影响,对与中国合作的国家也有影响。 虽然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,并不必然是国际上去美元化的过程,不过也只有中国能够顶住美国经济霸权的破坏与冲击,也只有中国才能极大削弱美元割韭菜的能力。 金砖国家早就开始在酝酿框架内本币结算,甚至于下个月很有可能直接就推出,新的绕开美元和Swift的新支付系统。 就算这一次无法推出,但推出也是早晚的事,这一支付系统的推出,将极大削弱美元霸权,同时也将极大削弱美国的制裁霸权,更有可能成为推动国际去美元化大潮的东风。 重要的是,这会引发极大的连锁反应。 金砖外国家,要么使用这一系统,要么就是积极建立自己的区域本币结算系统,既可以抵御美元收割,也可以避免美国的制裁威胁,更可以推动区域合作,以增强区域稳定和对外影响力。 中国早已经与一众国家开始了本币结算,这让世界各国各地区受到极大的启发,不仅是削弱美国霸权的事,还是应对供应链碎偏化,或者说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的重要措施。 因此,东盟不仅早就与中国进行了本币结算的磋商,同时也在推动东盟内部本币结算。 在去年,先是东盟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,于8月批准建立东盟范围内的本币交易框架。 再是印度尼西亚9月宣布,正式成立本币交易国家特别工作组,之后马来西亚又提出增加本币结算的倡议,为了加速推动本币结算,也是为了积极应对可能的意外事件。 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泰国、印尼等国,已经早就启动了人民币结算的程序,而就在不久前,印尼、泰国、马来西亚,也宣布建立了本币结算合作。 所以由此可见,东盟内部本币结算的建立,也是在加速推进。 这一次东盟9国建立本币结算机制之说,也就绝非空血来风了。 在金砖国家积极配合,将推出新支付系统之际,东盟9国本币结算的消息也不进而走,这等于是一个在正面回刀,一个在背后捅刀子。 要知道东盟可是美国重点的拉拢对象,可以说是印太战略上最重要的支点。 为了拉拢东盟入伙,美国一边大肆强调基于价值观的自由民主,一边大力吹嘘基于规则的秩序和保护盟友国家的利益的承诺,一边还画大病时的加大投入的承诺,一边以鼓动菲律宾挑衅的方式介入东亚,还一边忽悠北约介入印太。 这个是造的很大,既个唬人,也有较强的诱惑力。 可是东盟国家也不是傻子,也知道与中国使得获利更实在,也知道美国把人家当傻子当炮灰的逻辑心理。 世界变革在加速,中国实力在全面强势崛起,而美国的困境越来越多,如何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? 这也是一个很容易做出来的选择题。 其实对于东盟来说,即使推出本币结算,也是有效应对中国强势复兴的措施,也可以避免人币强势崛起所带来的隐忧或恐惧。 这是中国完全能够理解的,当然也会积极支持,只要有利于削弱美元霸权即可。 而这也正是东盟的借口,总之在金砖国家推出,绕开美国控制的Swift的新支付系统的敏感时刻,东盟九国欲推出本币结算机制,这对美国来说,真的是前后夹击,在中美关系走向不定的最敏感时刻。 在美国急需推进印太战略的关键时刻,显然东盟没把美国当自己人,这一消息无疑是在美国背后把刀子。 请不吝点赞,许多别人,时间赞,订阅,转发支持,蒸疫荡场内,最新的高 чувств。